這個是花枝 你也喜歡這種 為什麼你一個人在吃 瓜哥咧 你喜歡吃什麼 這個啊 你也喜歡吃那個花枝 長輩還沒有種筷子 對啊 因為我們怎麼才能去 在這裡我們大家都是瓶貝 我們是一起長大的 長輩是瓶貝 你跟他扯上 哥婷 你要不要給你 都是 我這是公筷喔 公筷吃飯 保持安全 你趕快吃啊 沒有 我只是想問那個 哪一個 海瓜子 因為我沒吃過那個 你沒吃過海瓜子 不 我現在慢慢學習當中 你會讓我感覺你才十幾歲而已 我在吃這個方面 真的是一笑過頭 你平常都吃些什麼呢 麥當勞 好 你們的重點功課 素薯雞湯 素薯雞湯 我看素薯在這裡面的感覺是什麼 我們剛剛在那個車程過來的時候 我有稍稍的做了一些功課 我給你們看一下 大概有設定一下 就變成說我們是餐酒館 那素薯那個東西 我剛剛有想到說 等一下如果我們去買 我可以買到松露調味粉的話 我們可以把它做成 像In and Out的那個素薯薯條 然後走在素薯薯條 就是做得有點像是前菜類的 好像在wrap 它大概的樣子會長成是這樣 好看耶 加芝麻也 然後 對 就是素薯薯條 然後甜點的另外一個就是 素薯我們可以把它 做成像夜市的地瓜球類 但是我們裡面可以 夾The mozzarella cheese在裡面 就是炸出來之後 你吃著辣起來的那一個 裡面的口感是會有 又鹹又甜 對 但是其實會甜的 素薯在我們傳統料裡面 這還滿重要的角色 甚至有幫他做了一個繞口禮 來 以無料 素薯 素薯 他就這樣得金鐘獎 你們要學起來 然後我們會拿到那個 食材魚類嘛對不對 魚類的話前面 因為天氣冷 剛剛康哥有強盜 所以我找到說 有沒有可以做一個魚排的 溫沙拉 對 可以是像這樣 聽起來第一次聽到這個詩名 那生蠔可以做溫的吧 溫生蠔 溫生蠔 你還敢說我 然後魚片取起來之後 會下去煎 煎完之後 然後結合溫沙拉 我們待會去沙拉醬的話 我們可以先不用自己做 因為比較麻煩 對 所以變成說 前菜如果走沙拉類的 就是可以先做一個 魚排的溫沙拉 中間就可以進一個松露 松露素薯薯條 我大膽提一下 那個剛剛那個薯薯條 可以用梅子粉 可以吃吃看 對不對 這樣我們就買來吃吃看 另外一個就鮮魚 如果走這樣的話 我們主食的話 我剛剛有大概準備一下 就是說我可以做一個 白醬的鮮魚燉飯 剛剛那個短短的車程內裡 做出了一個菜單 對 你剛剛不是跟我們在聊海巡鼠嗎 我就別按啊 怎麼太厲害了 所以變成說白... 就是說比方說主食的話 我們可以做鮮魚的白醬燉飯 我贊成 OK 然後甜點的部分的話 就是因為我們在我們那邊 旁邊的海的下面 那邊其實有一種東西 就這邊有特有的一個東西 叫做石花凍 也叫石花菜 它其實有一點像是果凍 透明的 對 透明的一個 然後我們可以拿那個東西 來做最後的甜點 那這樣要準備哪些是要買的 哪些 好多喔 有啊 我大概有寫了一些 剛剛那個短短時間 我已經寫出來了